中国队女单名将陈宇飞17日经历两局激烈比拼挺进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 和老对手山口倩再次狭路相逢 身为奥运冠军的陈宇飞降低姿态 表示要抱着学习的态度去迎战势头正胜的日本姑娘 要尽力去准备好尽力去限制她 3月11日陈宇飞在2023年德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子单打半决赛后以山口倩击掌致意 陈宇飞当日以24比22、23比21立刻印尼选手东宗 将和未免冠军山口倩争夺一个决赛席位 上周的德国公开赛两人也是在半决赛碰面 陈宇飞连输两局止步山口倩夺冠 现在她的整体实力确实比较强 和她打就是向她学习陈宇飞谈及排名高居世界第一 以连拿两届世锦赛冠军的山口倩时说 当日输给山口倩的另一名中国队队员王芷一表示 跟日本姑娘比赛比较吃力的就是速度 因为她连贯速度比较快 每一个球都会给我们很大压力 我们可能是变速几拍 然后速度会慢下来 2019年3月10日 在英国博明汉进行的2019全英羽毛球公开赛中 陈宇飞博得女单冠军 陈宇飞对此也表示认同 她整体连贯速度很快 持续给的压力比较大 陈宇飞认为山口倩防守 进攻其实都相当全面 失误也非常少 另外 现在的成绩让她信心也很足 陈宇飞2019年也曾拿下巡回赛中 分量很重的全英公开赛桂冠 东京奥运会更是一路冲到最高领奖台 她坦言 奥运夺冠后 不管自己还是外界 对她的要求都变高了 我要接受这个现实 但经过一年多调整 我的心态现在在变好 希望自己能放下包袱 面对处于巅峰的山口倩 陈宇飞打算把输英放一边 但是也要尽力去准备好 尽力去限制她